再來看到警方為民服務真的很辛苦 就連派出所的所長 還要打著赤腳在農田裡面抓小豬 這隻小豬一開始在雲林輪被街上來閒晃 被民眾看見打電話來報案 所長和兩名員警從街上一路是追到農田 花了十幾分鐘才在充滿爛泥的田裡面 圍捕成功 但小豬奮力掙扎 所長只好將他後腳靠上了手銬 並用鐵鍊和繩子來綁住 才能將小豬逮捕歸案 穿白外套的派出所長和兩名穿制服的員警 在農田內圍捕小豬 剛下過雨田內到處都是爛泥 三個人行動困難好幾次差點跌倒 所長乾脆脫下鞋子 捲起庫管和兩名員警合作 花了十幾分鐘才將小豬壓制 小豬不肯合作 不斷掙扎 所長只好用手銬 靠住他的後腳 再用繩索綁住前腳 才順利完成 圍捕小豬的任務 所長說小豬一開始是被民眾發現 在路上閒晃 研判可能是從載運的車上摔下來 目前沒有人來認領 也還好小豬逛街 沒有造成交通事故 否則四主也有過失傷害的責任 我是請問無連揚宗影 吳建宏玉林報導 極氏涼的責任 最高峰的責任